教学乡长在老师间也适用 新加坡慈祭大爱幼教中心的老师 到大马槟城教育观摩 来之前我是希望能够观摩 在马来西亚的慈祭 他们做了些什么 后来才知道原来槟城 他们已经开始在跑这个角落教学 就很期待 想看一下槟城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们新加坡大爱幼教中心 刚刚三年而已 然后我们的老师 其实本身对这个 慈祭教育理念 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所以到别的中心去看看 然后让他们真的 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 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的慈祭人文 和他们的课堂上的教学 融合在一起 共享教学的实战经验 用心在细节 老师们的用心可以在教材方面 班级经营方面都看得到 好像那个数据不可以太长也不可以太短 他有考量到孩子的安全 如果孩子在玩的时候不小心跌倒 他们也不会刺伤 所以我觉得老师们的用心让我很感动 就很简单很简单的教材 但是老师的用心真的是看得出来 我最喜欢的那句话就是说呢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只有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的老师 其实我也是希望说 老师们以真诚的爱呢 来爱护我们这些小小的幼苗 提升亲生师三者间的互动 遇才之路永远都在学习 大约新闻刘志渊 洪惠平 陈瑞文 马下报道